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每年到這個時節都是大雜蟹 之前在海月酒店吃了大雜蟹,現在是相當大迴響 很多網友都留言查詢,大雜蟹怎樣選擇,怎樣蒸發 為什麼我買大雜蟹回來蒸,蒸完出來,大雜蟹會沒有味道 種種種種很多問題,最近在留言區,大家廣泛討論和查詢 我深信喜歡吃大雜蟹的,都會像我一樣 早幾天上載了一些照片在Facebook 我一次買,都會買很多 買得多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價錢便宜很多 如果你齊集到有兩三個朋友,譬如親戚朋友多 那你便去一些信譽比較好些的,賣大雜蟹的商店 那你便跟他們圓商買 當然,買這些蟹,你的重量和價錢也是掛勾的 而且蟹的產地也是相當重要的 正所謂,一分錢便一分貨 逐樣講解,如果我買了一雙蟹回來 四五個同事一齊分,一人分了十多隻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我一餐都吃不完這麼多 這些蟹回來,其實我們都很簡單 你買蟹的時候,也看到賣蟹的老闆把蟹放在哪裏 你也是按照板煮碗,執通你梳梳格上高,玻璃上高的位置 墊少少肝紙在底下,然後放些蟹的 搭著也不要緊的 如果不明白,就看看那邊 看不到也不要緊的,回帶的東西就等我來 大家看完那些照片之後,搭上去 然後用濕毛巾來蓋一蓋 因為這些蟹放幾天都沒問題 如果你原廂買,老實說,就不能選擇 裡面也會有些品質比較好 譬如你買三兩半那些 它可能會夾著一些四兩,甚至有些四兩半 看你是否好手臣 也會有些蟹公、蟹辣 看看你們跟老闆又怎樣聊 如果有時候,不是呀,我吃不多的 我也是出去買幾隻回來 我們要怎樣選擇呢? 看看有沒有和你交流 那怎樣交流呢? 看看它看著你 看看有沒有什麼反應 這兩隻蟹我都放了出來約十分鐘 通常在雪櫃拿出來,它都會比較慢 拿出來,現在有些燈照一照 就會開始快一點 動作 那這次就... 特地留下兩隻 再拍一條影片 再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因為有個... 網友加入了頻道會員 他又說很喜歡吃大閘蟹的 他就查詢 蟹蒸的時間,我們要怎樣拿捏 嗯... 嗯... 他又... 私底下就留言問我 他說到底蒸蟹 我們是要凍水內蒸啊 還是熱水內蒸啊 無論有多少疑問都好 好... 逐樣逐樣來 這些蟹呢 我們... 臨排之前呢 我們就把它浸水 讓它浸十幾分鐘 浸十幾分鐘的作用 都是... 等隻蟹 它會... 吸收一些... 不太適應它的水分啊 等它裡面... 套一套它自己的 一些... 不乾淨的東西出來 第二就是... 有網友問 喂 星星 其實我們要洗這些蟹 我們要不要脫繩子去洗啊 你千萬不要脫繩子去洗啊 你千萬不要脫繩子去洗啊 那我們呢 浸十幾分鐘呢 其中之一個元素呢 就是... 去蟹爪這個位呢 有些毛毛在那裡的 我們就順便浸一浸鬆它 因為整隻蟹呢 它最髒的都是這個位置來的 那蟹在浸之仔啦 你現在一般買蟹呢 它都會有... 兩三樣東西 甚至乎四樣東西 跟著給你 如果你買得多 它會送蟹展給你 買得不多也好 它都會有兩樣東西 跟著給你 第一樣東西就是... 那紫蘇包的作用呢 就是說... 你待會蒸蟹的時候 就放在那些蟹的表面 那些蟹呢 它就中和一下它的寒涼啊 那些什麼 那現在很多的 都會跟著... 乾身的紫蘇葉的 那些都是你洗乾淨去 浸一浸去 那就可以了 那第二樣就是蟹醋 那些蟹醋呢 那些蟹醋呢 就點來吃啦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那些蟹剪啊 和那些竹籤啊 那些蟹剪和竹籤啊 那些蟹剪和竹籤 我原本就拿了兩把回來的 不知道放在那裡 不要緊啦 那我就拿一把剪刀出來 那些東西是沒得送的 那些什麼呢 牙刷呢 牙刷沒得送的 不要緊的 那你有時候出去到酒店玩 那些牙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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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有用的 有什麼用啊 幫牠的蟹啊 慢慢地清潔一下 特別一下呢 當牠浸了 有十分八分鐘 那些毛毛這些位置 那我們就... 拆一拆去吧 有時候... 那些蒸蟹那些不好的味道呢 就是來著這些毛毛的 那你說... 扎著洗得乾不乾淨呢 的確牠不會說你拆開來洗 就是這麼乾淨啊 那我強烈不建議大家 拆開來洗的 因為拆了 你永遠都不會綁得回 你不是養蟹那些嘛 那我們也是很簡單的 有些... 不髒的地方 那我們就拆一拆去 拆乾淨去就可以了 這樣拆一拆一拆 他們兩隻就陷情默默了 那些蟹呢 他一拆了水 就會很生猛 所以我就強烈建議大家 你不要看牠在雪櫃拿出來 萬爪啊 你就拆那些繩下去了 那這兩隻蟹當中呢 一隻公一隻那 大家看不看到哪隻公那隻那 還有看不看到呢 一隻便宜一點 一隻貴一點 就不關麥公那事的 是一個質量的問題 那我吃大閘蟹呢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蟹公的 那蟹公怎樣選擇呢 其實你看樣子就看不到的 看底部吧 現在就給你條繩子遮住 蟹公呢 它的染子 紮紮長長的樣子 那蟹那呢 它就呈現一個 圓錐形的 蟹那 那這樣蟹公那些糕呢 就會比較甘香些 蟹那的糕呢 它就豐滿些 但是它就會實些少少的 那就適合鑽麵啦 大家喜歡吃蟹公或者蟹那 那我們都是這樣 蟹那這些位置 我們就擦一擦去吧 都是 然後呢 我們就過兩三次水 好了 現在過到第二轉水了 我們同樣地 就等它在這裡 玩一玩水 那樣 也是看到有些網友留言 就問 喂 星星你有沒有出去吃那些大閘蟹放蟹啊 嗯 我今年就沒有吃過那些大閘蟹放蟹 那有些網友留言說 哇 外面那些大閘蟹放蟹呢 是完全都沒有味的 這樣蒸出來還有一點點異味的 那些異味來自哪裡啊 首先 任吃那些大閘蟹的 那你就不要期望太高啦 我什麼時候都說了 讓你任吃那些 那就不是說質量的啦 你吃得多少 你就盡量吃多少 因為我們這些大閘蟹呢 我也是建議大家自己出去買來做 其實做也不太難做 你最緊要自己回來吃得乾淨 有時候的異味都跟大家說 來著這些毛毛 很多時候 一天任吃那麽多大閘蟹 那它未必會說 好像我們自己那樣 洗得那麼乾淨 那些這樣移出來 大家就看到了 這些位置洗得很乾淨 那再過多一轉水之後 我們就把水倒起來 就把它瓶水啦 這樣就很簡單啦 我們蒸蟹呢 我們也是要把蟹反過來蒸的 反過來蒸的作用呢 因為吃大閘蟹呢 你也是會注重些高的 如果你的蟹這樣蒸 你蒸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流失很多膏 而且鮮味就會流失很多 我們就會反過來蒸 這個目的呢 都要保持它的膏啊 那些膏啊 那些膏油啊 那些香味啊 那些紫蘇葉就每一隻 就蓋一點點上去啦 蟹準備好之際啦 那我們這邊就 隨便開火 煮滾些水去先 我們蒸蟹或者烹調海鮮 蒸魚 就一定要滾水下去的 坊間說有些用凍水 我就強烈不建議的 為什麼你的蟹蒸出來 會蒸到沒有了味 或者什麼什麼 你看我的湯骨呢 凍水飛水的原理啊 那這些蟹呢 約3至4兩 要蒸多久呢 13分鐘 如果我蒸得多 我一次蒸十多隻的 如果你有些蒸肉爐的 那就容易處理啦 如果你說你沒有蒸肉爐的 我家裡有些大鑊的 那我也是會一次蒸到十幾隻 因為我也是一次蒸十幾隻的 那一次蒸十幾隻 那你有什麼要留意呢 就是說 蒸東西我們一定要夠足夠的水分 那有時候給個時間就參考啦 那有時候說你看我蒸魚 蒸八分鐘九分鐘 你要夠足夠的水分 因為你要夠足夠的水分 它才夠足夠的蒸氣 那不是呀 你放少許水下去 你都不夠那個蒸氣 那你蒸多久你都不夠那個時候 我們要夠足夠的水分 特別是你要蒸到十二隻蟹 那你一定要 鑊夠大 夠水分 那你都要蒸十三十四分鐘 還有說回剛才的問題 就是說蒸東西 你凍水下去蒸海鮮 你在加熱過程當中 那些水呢 其實你的海鮮本身的鮮味 你已經是逼出來的 你好像飛水的原理那樣 那你的蟹 你怎麼煮都不好吃 你都不好吃 你都浪費了那些蟹 當然,現在那些大閘蟹 跟我們二十多年前的味道 是已經有一點不同的了 以前那些大閘蟹好吃很多 連肉都很鮮甜的 現在那些大閘蟹都不是說不好吃 就是如果你吃過以前的蟹 你會覺得以前的食物更加好吃 近幾年,很多大閘蟹商店 我都很感激大家支持 即人衰衰星星廚房 把我幾年前做大閘蟹的影片 當作一個烹飪教學 別人買蟹就送給網友或顧客 參考一下烹調 我幾時都說,做海鮮自己做很好 一來價錢便宜很多 二來你掌握到兩三個竅門 自己做都很好吃 我計了時間保持著大火 蒸到夠時間就差不多 有些網友說,蟹要蒸25分鐘 蒸25分鐘便安全,一定熟 蟹又不怕會蒸過籠 這些都是錯誤的根據 逢是做海鮮 我們都要記住,海鮮要做到斷生 剛剛熟就最好 大閘蟹而已,剛剛熟 你可以多熟一點,加多一分鐘 加多10分鐘便太過離譜 如果蒸蟹,不怕過火,不怕其他 你試一隻蟹蒸13分鐘 跟著一隻蟹蒸23分鐘 出來對比一下 你就知道味道會差多遠 大家也可以買一隻蟹回來 例如冷水或熱水去蒸 你食味亦是不同的 吃大閘蟹,吃蟹可能不太飽 就煮薑茶 一般大量薑片加片糖 煮薑茶,加少許湯圓 吃完湯圓便大滿足 蟹蒸之際,倒入蟹醋 我建議大家買一枝枝的蟹醋 會比較好味 沒有蟹醋,加少許鎮光草也可以 加紅醋 紅醋就沒有鎮光草 紅醋就加什麼? 青蒸、鹽仔 誰知紅醋吃得很好吃 煮薑茶餅要剩下5分鐘 蒸到13分鐘 我建議大家在旁邊煮一點滾水 以防水不足夠,就補吸少許下去 都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蒸東西要足夠水 又和大家互動一下 有什麼菜用凍水去蒸會比較好嗎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留言留言分享一下,交流一下 如果我拍影片很隨心 我們很明白,如果拍花靚正蟹的影片 如果我拍兩至三分鐘,我保證一定會有很多人看 但我亦希望將蒸蟹每個細節,每個過程都紀錄低 希望大家買到一些比較優質 我之前有個朋友說買了六兩多的蟹 我說六兩多的蟹,我問你幾千隻 那當然是天文數字 他們說煮出來都不好吃,因為凍水蒸 我說你都沒有看我的影片 那你跟我一次吧 剩下最後兩分鐘,約蒸了11分鐘 其實這兩隻蟹,一般來說蒸10分鐘,11分鐘已經可以了 不過,淡水蟹,我建議大家穩定一點 13分鐘已經保證一定熟了 如果這兩隻是三點蟹,藍花,這麼小的蟹 蒸六七分鐘就什麼都可以了 甚至乎八九月份,七八月份,黃油蟹,染仔 說得來就差不多夠時間了 還有,淡水蟹就耐火一點 鹹水蟹就比較容易受火 馬上到最後倒水階段了 如果有些網友說,哇,我真的很擔心,13分鐘都不夠 都擔心不熟的,那怎麼辦呢 焗它一分鐘吧 那我這裡就不用了,因為我兩隻 就不需要,如果這次是12隻的,你就多焗一兩分鐘吧 開了,嘩,厲害 這些都是第一身的視覺了,相當熱的 我先不要馬上吃,等一等它 大家看完了,蒸完出來 有沒有脫手脫腳 有很多網友說,你熱水蒸蟹一定會脫手脫腳的 蒸到什麼什麼 大家看看,每隻都很完整 反過來說,反而你用冷水蒸蟹 或者你的繩子綁得不太好 反而在蒸蟹的過程當中,你一掙扎,反而還會脫掉 那些蟹爪那些,如果你脫掉 即使你反過來蒸,油會流失很多 那你的蟹就不太好吃 大家有沒有看過幾年前去那家 吃那個大閘蟹方體 現在這些大閘蟹都會混合了一些中式的烹調方法 除了蒸之外,它也會燒鹽、鹽焗、薑蔥等等 我們是蒸熟了蟹,再炒香薑蔥來炒回去 這些大閘蟹都是就這樣吃就最好吃的 我們都要放它五、六分鐘 你才開始慢慢吃 那你就沒有這麼熱的 還有,如果你有其他食物 像我上次在家製的那樣 會做一些片皮鴨,你就先吃片皮鴨 蟹就是最後吃的 現在很多中式食肆 一到做大閘蟹的季節 那些員工就不太喜歡 因為為什麼呢 吃大閘蟹,慢慢吃 這樣一定是遲收工的 吹下又等下吹下又等下 和大家再溫顧之身 做大閘蟹都是兩三個不同的竅門 首先儲存 放在雪櫃,蔬菜格上高 用濕布包一包 如果要雪三四天,每日那塊濕布就換一換水 淋食之前出來就浸一浸 然後用牙刷就慢慢把那些髒東西擦乾淨 有時候不好的味道都是來自蟹爪 第三就是蒸的時間 不要冷水蒸,熱水蒸 熱水放進去,鎖了肉汁,鮮味會流失少些 還有你掌握到蒸蟹時間 簡單單單,損掉手指的大閘蟹就應人而生 喜歡吃大閘蟹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吃大閘蟹公的網友,訂閱殖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喜歡吃蟹又怎樣 麻煩你今天的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分享,我先吃蟹,BYE 我什麼時候都說了,懂得看片尾,片尾,有什麼看? 拆蟹吧,不用拿剪刀的 因為這條繩子沒有結,就這樣放下去 拆了這條繩子出來,慢慢鬆開它便可以了 所以大家洗蟹的時候,千萬不要太粗魯 一洗掉繩子,蟹在水裡便很難會綁回來 一綁回來,一放進去蒸,便會脫手脫腳 除了它,之後便很簡單 我們就開了蟹那,蟹那,是圓的,一塊鹽 開了它之後,蟹的蟹已經突出來了 嘩,這很棒 接著就吃蟹,嘩,最棒的時刻 嘩,嘩,你看這條蟹,嘩,你看這條蟹,真厲害 我沒有刻意選擇,有時刻意選擇也未必可以選擇 真的很感恩,很高,我就先吃東西了,拜拜 拜拜